谭子区本院山弥陀奖堂 连续16年举办慈善救济 即筹建弥陀村募款餐会 这每张餐券1200元 往年订120桌以上 今年不景气只订了100桌 但募了两个月只募到了两成的桌数 住持就呼吁十方大德要踊跃认购 发挥善心帮助若是 谭子区本院山弥陀奖堂 住持这一天手拿餐券 呼吁十方大德多多证供 因为受到不景气的影响 今年募了两个月只募到两成的桌数 让住持相当忧心 大概往年就是120桌左右 今年我们看景气稍微感觉 比较不那么好 我们就把桌数降到100桌左右 希望能够让善心人士 除了来吃一顿丰盛的树栽之外 还有欣赏财艺节目的表演 本月山弥陀奖堂表示 预计11月3号在台中是要举办募款餐会 洗开100桌的树栽 所得将用于关怀独居老人 做事家庭等 并筹建弥陀村 希望提供做事老人免费住住 而往年都订120桌以上 今年不景气只订到了100桌 没想到证购率还是不足 第一方面是慈善救济 第二方面是筹建弥陀村 台湾的社会虽然有很多人经济不错 但是底层社会的人民生活还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佛教非常强调 救济比较弱势的家庭族情 希望让他们过得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很多的独居老人 还有一些弱势的孩童 他们都很尽力 每年都很尽力来帮他们 但是由于今年的景气比较差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共享盛局 距离原本的目标要募100桌 现在只打20桌 让主办档柜很着急 更加送露营灯 以及洽谈中英诊所 让捐款者可以评餐券 可到诊所免挂耗费一次 就是希望把盛行推广出去 让社会可以更加温暖 这里像台中采访不到